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 虽说是签订了 但是啊 要把纸上的东西变成现实 恐怕它要走很长的路啊 是啊 那些觊觎我国西藏的帝国主义国家 一定会捣乱破坏 还有那些西藏上层的民族分裂分子 绝不会感兴自己的失败 维护国家的完整统一 是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历史使命 绝不孤膝阳间 要告诫党的领导同志 不得随意改变党的民族方针和政策 不审时得势 恩威并重 则宽言皆误 就像主席说的 策略和政策是我们党的生命 我们党的各级干部 应该保持民族政策的延续性 恩来啊 我从外殿上看到 陈家庚先生在南洋募捐很有成效啊 是啊 他不仅募集到了 修复厦门大学的资金 而且还号召爱国华侨 募集到了买飞机的钱 支援支援军 他回厦门了吧 已经回去了 不过前两天 我们截获到台湾的情报 他们对陈家庚先生 号召华侨捐献飞机 恨之助攻 已经派杀手潜入大陆 我已经派人跟他取得联系 让他一定注意安全 可他却说 我就是要让全世界的华侨 都看一看 他讲某人 是如何杀死我陈家庚的 为了保护陈家庚先生 你还是尽快请他到北京来 好 我马上安排 诸位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校舍 情况是这样的 去年蒋介石派飞机 炸了我们的厦门大学 可我们呢 没有被老蒋的飞机下到 经过了一年的努力 又靠着双手修好了厦门大学 今天你们大家都来出出主意 我们如何进一步地扩建 我们的厦门大学 是啊 是啊 让全国更多的穷孩子 陈先生 都有疏念 陈先生 上面传下话来 说有个大人物要到家里来 请你回去准备一下 哪个大人物 不知道 好吧 你先回去 我征求完 扩建厦门大学的意见就回去 你先回去 买点糖果 准备招待这位大人物 好的好的 那我回去了 好 关于扩建学校的事情 我们还要好好地 再商量一下 好好好 好好好 陈市长 好 请 家老啊 您修建广杀千万间 千万学士 聚欢眼 自己却住的是 无炉毒破呦 我住得不是很好吗 你让我 想到了延安 是 比炎好多了 那时毛泽雀用的桌子 壁车破就多了 我这东西虽说旧了点 但都能用 是啊 陈市长 快请坐 好 请 请 先生请喝茶 请喝茶 好 家老啊 今天到您府上来 除了我陈毅 个人对您的敬意之外 毛主席让我 带他来看望您老人家 这多不好意思啊 毛主席日理万机 还想着我 家老啊 我们已经得知了 蒋介石派人 要暗杀你啊 主席停了以后啊 记得不得了啊 可我也想不通啊 我和蒋介石很熟 他为什么要暗杀我呢 家老您看啊 你动员全世界的华侨捐献飞机 你还带头拿钱 帮助国家 度过困难 捐献飞机 打入侵的美国佬 这有什么错吗 您不要忘了 这个美国佬 那可是蒋介石的 后台老板啊 没想到 他会走到这一步 不过啊 家老 您也不要怕 主席已经派人 保护您了 毛主席 连这样的小事都想到了 他怎么能不得天下呢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哦 您这个精神是宝贵的 这用古人一句话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 而乐哟 惭愧惭愧啊 家庚不敢窃此美欲啊 家老啊 您可是当之无愧啊 武多处一文 既为武国多处一文 积少成多 已知兴学 此乃我的本意 家老啊 要是其他的企业家 都像你这样 做贡献 搞教育 那就好喽 我做得还不够好 但求以身力教报国家 好 家老 多多保重 我们后会有期 陈市长到北京以后 请带我向毛主席问好 好 我一定带到 再见了 再见 你方才买了多少糖果 我买了一斤 买那么多干什么 手掌最多尝一两颗 买二两糖果就足够了 我认为这么大的手掌 少了不合适 你要记住 事业上该花的钱 千千万也要花 生活上该省的钱 一分一文也要省 是 都说为父不仁 陈家庚先生 不是政府官员 钱都是他自己的 但是他却自愿帮政府 行办教育 做公共事业 这是个什么精神 这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一个人能力有大小 但只要有这一点精神 就是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有道德的人 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政府要做事 就得花钱的 该花的钱 再多也得花 不该花的钱 一分也不能花 因为这些都是人民的钱 主席 我明白了 接总理电话 是 请帮我接周总理 主席 电话通了 恩来啊 主席 我是恩来啊 有什么事吗 眼下我们的国家很穷啊 要应付朝鲜战争 又得克服自然灾害 看起来 很有必要把精兵减证 和增产节约的运动 深入下去 恩 我赞尘主席的意见 主席啊 东北局 城堡的报告 你看到了吧 啊 见到了 正准备以中央的名义 把他们转发下去 我在此写了这样一段批示 在此次全国规模的 增产节约运动中 要进行坚决的反贪污 反浪费 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非常有必要啊 主席啊 公安部 送来一份材料 详细地介绍了全国反贪污 反浪费的情况 你立即派人给我转过来 好的 合作案 罗部长 主席正在等你 好 我马上去见主席 罗长子 你报给总理的材料 我看了 我把你们写的几个数字 画了下来 你再念一遍 好 今年上半年 华北地区各省市 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处理的区级以上党员干部 伪计案件 3947起 其中 贪污共531件 北京市在建国后 共发现贪污分子650人 华北军区 及军区直属各单位 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所受理的案件中 属于贪污腐化堕落的 占百值36.4 其中 六个贪污案件 使国家所受损失 相当于一万五千个农民 一年的生活费用 停 罗部长 这还不属于 你们立案侦查的范围吧 对 如果你们立案侦查 一定会有 比这更多更大的贪污犯 是不是啊 我想是的 这些人 还像是共产党人吗 不是了 这说明 主席在七季二中全会 发出的警告 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 唐一炮弹 变成了现实 陈家庚先生 拿一斤糖果 招待陈毅同志 可我们党内这些 腐化堕落分子呢 他们几个人贪污的钱 就够一万多老百姓 吃一年哪 你这个公安部长 不要光把眼睛 盯着那些明火之杖的敌人 更要管我们党内那些 已经变成了敌人的人 什么 已经变成敌人的人 对 现在亡党亡国的主要威胁 来自党内 主席 这又是一个新的提法 不 这是一个老的提法 自延安起 我就反复地讲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如果现在还不向 同志们发出警告 一旦我们的党 尤其是党的领导 集体贪污腐败 腐化堕落 中国共产党就会被自己打垮了 主席 周夕 我懂了 罗长子 今天请你来 是想让你先帮我做个调查研究 然后 再提供中央讨论 是 这件事 给中央 中央局 分局 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 必须严重地注意 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 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 注意发现 揭露和惩处 并需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他们盗用飞机场的建筑款 水灾区造船救济款 以及客扣地方的工粮 民工供应粮等 共计人民币一百七十一亿元 用于经营他们秘密掌握的 所谓机关生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自己来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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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啊 屁纸不存 毛江燕府 这些腐败分子为了自己享受 完全忘了自己打下来的天下呀 小燕 我心里逼门 陪我出去走走吧 外面天亮 我去给您拿件衣服 主席 主席 别照亮 我这也能了 你 Caribbean 君子 我看你 这儿 你 女人 你 你 あ 你 你 你 我 你 我的 我 您是最了解的 我是说 你将来像刘星山 张子善那样有了权 会不会贪污啊 请主席放心 小言永远都不会贪污 这就好 我们是共产党人 永远不能搞贪污 要经得起考验呢 主席 我记住了 小言 你不贪污 有浪费没有啊 主席 我也从不浪费 不贪污 也不能浪费 勤俭节约 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美德 做不到 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谁 到外面去透透气 让脑子清静一下 家营啊 你是我身边最年轻的秀才 是我看着成长起来的 你如实告诉我 你是怎么看待 刘星山张子善的世界呢 从历史上看 像李自成属下的一些文官武将 一进北京城 不就很快地腐化了吗 我看像刘青山张子善这些人 就是主席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说的 他们就是在唐弹面前 要打败仗的典型 没想到啊 进北京才两年的时间 我们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就这么快当了资产阶级的俘虏 家营啊 坐吧 从历史上看 我国有哪几个朝代 亡得最快啊 秦朝和隋朝 原因呢 秦朝亡于暴政 隋朝是败于腐化 那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呢 暴政 家府化 看起来 我们共产党人 如果不痛下决心 是很难跳出黄任老所说的 其兴也薄烟 其王也乎烟的周其律啊 战争时期 贪生怕死是叛徒 和平年代 贪污腐化是败类 刘青山张子善 就是我们革命队伍中的败类 从鞠躬自傲 到贪污腐败 这不是一念之差 也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 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 演变过程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 也发生过多次这样的事件 主席啊 我查过一些资料 当年在瑞金 中华苏维埃政府 刚成立不久 第一个被枪毙的贪官 谢不生 三三年在中央苏区 引起巨大轰动的 蓝文勋 唐达仁探负案 还有延安时期的萧玉璧 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其实他的病很好治 只要给他吃一个月的 饱饭就可以了 小离 把我的趋乃症拿来 送给萧玉璧同志 朱熹 这 这可是中央特批 给您的牛奶 每天还不够一瓶呢 主席 牛奶您就自己留着吧 您能吃到的 也就这么点营养了 他比我更需要这些营养 我这工作是怎么安排的 萧玉璧同志 你别生气呀 我是老红军 文化是不高 但我也战功赫赫 到税务所当个狗屁芝麻官 亏你们想得出来 主席啊 您是知道的 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立了多少战功不说 就凭我这身伤疤 就足以说明我对党的忠诚啊 我没看见 在我们连接政治的地面上 绝不允许黄克宫 萧玉璧式的油草生长 有一个拔一个 绝不姑息 当时主席 为了照顾他的身体 把每天配发给自己的半斤牛奶 送给他和 还安排他 到清剑县张家叛税务分局当局长 他先给他的官小了 心怀不满 就想方设法捞钱 盘剥老百姓 居然把边区的物资 卖给国民党 前前后后 贪污了三千多块啊 四零年 正是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候 三千多块钱哪 这是老百姓的救命钱 根据档案里记载 萧玉璧携带钱款和税票潜逃之后 竟然发展到 帮国民党的军队拉壮丁 坐地分城 简直就是成了国民党的帮凶啊 天王灰灰 疏而不漏 主席 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的 一份材料上做过批示 共产党与红军 对于自己的党员 与红军成员 不能不执行一套 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我们共产党的队伍里 绝不允许 有超越党纪国法的特权阶层出现 萧玉璧 黄克宫 刘青山张子善的事件 值得每个共产党人 认真思考 警钟长鸣啊 是否对自己当初入党的誓言 问心无愧啊 现在革命胜利了 党内的骄傲情绪 以功臣自居的情绪 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 贪图享乐 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 都有可能磁掌 千里之地 魁遇已穴 如果我们麻木不仁 心慈手软 不采取断燃措施 那他们就会像传染病一样 迅速地蔓延形成风气 到那时啊 我们的党 就会滑向堕落的深渊 今日的共产党 就会变成昔日的国民党 蒋家王朝 土崩瓦解 除了军事上的失败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贪污腐败 家族利益高于一切 皇太子蒋经国打老虎 为什么打不下去 就是因为官官勾结 官商勾结 盘根错节 牵以发而动全身 他已经无力回天了 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冲真 更不是国民党的蒋介石 我们绝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 不过 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 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 若是我毛泽东搞腐败 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啊 我毛泽东的脑袋 主席 主席 你看了有关同志 补报上来的材料了吗 只是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仅仅华辈局的大案 除去刘兴山 张子善之外 还有太原侍卫书记 区长 唐山市粮食公司的总经理一等 几十个党内的中高级干部啊 诚如主席所说 我们必须在全党范围内 展开一组 反贪污 反浪费 反官僚主义的运动 你说得对 恩爱啊 相关部门报来了 处理刘青山 张子善的意见了吗 报来了 华北局的调查结果是 天津地委在家的八个委员 一致同意 处死刑 地区参加讨论的 党员干部是五百五十二名 对刘青山 同意判处死刑的 是五百三十五人 判处死缓的八人 判处无期徒刑的三人 判处有期徒刑的六人 对张子善 同意判处死刑的是五百三十六人 判处死缓的七人 判处无期徒刑的三人 判处有期徒刑的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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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处有期徒刑 判处 当年的岛 总理 中央是不是又有新的形势了 刘秦山张子善的事件发生以后 主席认为 需要进行一次全党的大清理 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的贪污事件 着重打击大贪污犯 对那些中小贪污犯 则采取教育改造 不使重犯的方针 只有这样 才能够停止很多党员 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现象发生 才能克服二中全会 所预料到的危险情况发生 并实现二中全会 防止腐蚀的方针 不认识 你看看 这是主席为中央起草的 关于三反斗争 必须大正旗鼓进行的电报 那我们下一个阶段的工作中心是什么呢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三反斗争 明白 我 本来的работ tutto 第一要是 幕 Calm Mills com电影 这么多人 我们下一个阶段要 眼镇 我们下个阶段要 目标 Pri然 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您要的 有关毛泽东 除绝刘青山 张子善的 全部材料 您看看 毛泽东他本人 对此案 发表过什么议论吗 发表过什么议论吗 据说 毛泽东现在 陷入了一种 陷入了一种 什么叫 自问的境界 他有些话 不好跟同聊谈 只能以自问的形式 来寻求结果 他经常思议 共产党执政 才短短两年多 为什么就会出现 像刘青山 张子善这样 重大的高官探望案呢 其实 这些 我早就料到了 因此 父亲 就不得不痛定思痛地 把被世人破口大骂的 所谓四大家族中的 孔 宋 臣 主一地排除国家权力的核心呢 也只有如此 父亲这个所谓的后主 才能东山再起 才能重造一个 全新的中华民国 将来 不会再重蹈过去 失败地覆辙了吧 这就要看你我父子 尤其是你 能不能把这段政坛的悲剧 变为 另一片天哪 我一定跟随父亲 在台湾 重新地打造出 属于我们的一片天 我们仅仅建国才两年哪 怎么会有这么多干部 过不了金钱关 成了一个个 吃老百姓 喝老百姓的大小老虎呢 主席 喝茶 小颜 你对三藩分子恨不恨哪 恨 这些人 见钱就敢拿 有钱就敢花 见了公家的钱和物 敢拿又敢花 当然可恨 见了公家的钱和物 敢拿又敢花 说得太好了 一下子就画出了 这些大小老虎的模样 小颜 我身边有没有这样的老虎啊 有 但是还不大 到什么程度了 比方说吧 我们警卫处有个领导 用公家的钱 给自己的亲戚办丧事 其要处还有个干部 给自己盖私房 大伙说 他们是小老虎 小老虎 就会变成中老虎 大老虎 我毛泽东绝不养虎为患 听说中央机关还有大老虎呢 我们的执法机关也有了大老虎 听说公安部有个处长 被定成大老虎了 还是一个老干部 完全变质资产阶级化了 给我接罗部长 是 请给我接罗部长 喂 主席 电话通了 罗长子 主席 我听说在你的衙门里 也养出了大老虎了 是这样的吗 是的 有一个行政处长 用盖办公大楼的钱 供自己挥霍 过资产阶级生活 我们已经把它枪毙了 单单枪毙了事是不行的 如果不抓紧教育 定他几条规章制度 那我们的公监法机关 就成了欺压老百姓的衙门了 我们的共产党 就会变成国民党了 主席 我能说句话吗 谁堵你嘴了 是您的样子 把我给吓的 好啊 我的态度好一些 对不起啊 你就说吧 您还记得 您给我们讲过两个故事吗 是哪两个故事啊 一个 是乾隆皇帝的宠臣 叫和珅 另外一个 是朱元璋的爱将 叫什么 我给忘了 您跟我说 朱元璋这一生 最恨贪官 为了以警效尤 他把那个贪官给杀了 剥了皮 晒干之后 肚子里边放着草 就放在官府门口警示 可是万万没想到 朱元璋的子孙后代 一个一个都成了 最大的贪官武力 就连那崇祯皇帝 都在眉山上上吊自杀了 主席 您能不能有什么办法 能让我们共产党的官员 不做贪官 你必须要尽头 还有 第二个 最好 有的 从你尽量 你们都有 有的 好 没有 开门 或是 得 没有 就是 宗理 陈云同志到了 宗理 好 请坐 好 陈云同志 今天请你来 是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 好 谢谢 请坐 你说这些大小老虎 赖以生存的基础是金钱 那你主持的财政系统 为什么 没有揪出几个老虎来呢 我认为 在财经队伍当中 贪污的人一定是会有的 但是比例 绝对不会大 为什么 一是 现在 吃穿还很困难 再就是 既然穿上了政府的衣服 挂上了公家的牌牌 那么对于 个人的信誉 和前途 还是很重要的 如果一旦因为 贪污被查处的话 那就等于 丢掉了政府的这支饭碗 有道理 没有土壤嘛 最近我一直在想 我们党的干部 尤其是像 刘秦山张子善 这样的高级干部 为什么这么快的 就变成大贪污犯了 他们资深的土壤是什么 是啊 我也在思索这个问题 但是无论如何 这是有原因的 嗯 如果说党的路线 方针 毛泽东思想 是培养 造就干部的苗圃 那么客观存在的 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和思想意识 则是他们 变为贪污犯的主要外因 嗯 有道理 哦 你等一下 陈云同志 东北光明药行经理 丛志峰的材料你看了吗 哦 我看过了 他勾结 东北人民政府 卫生部药证处的 李廷林 共同作弊 还没关系 这些东西 能够 应该 中文字幕 李宗盛